而当川普一连串的政策之后 两位非常著名的 但是专属于民主党 Jane的经济学教授 第一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Joseph Stiglitz 他很不客气地提到 他认为川普现在所出现的 在股市里头的繁荣现象 你可以把它说是一种巫术 而Lauren Summers 美国前财政部部长 同时也是欧巴马刚上任的时候 在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 也曾经担任过哈佛前校长 Lauren Summers 也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认为川普现在所带来的 美国经济繁荣 这是一个很短暂的经济繁荣片下 将来是会出问题的 美国三大股市在连续长假之后 仍然维持2016年大选结束以来的 林立涨势 展现充沛动能 标普500指数率次逼近历史新高 累计2016年全年涨幅达10% 道琼工业指数在2万点的关卡徘徊 累计2016年全年涨幅为13% 距离共和党总统当选人川普就职 只剩下两个星期 股市热络似乎提早反映了 投资人对新政府实施经济 财政振兴方案的乐观期待 但是保守的经济学家们 似乎还是倾向扮演乌鸦 这可能是最大的秩序 ideologically 和在调整的政策 我们看到在美国的最后三个世纪 这种秩序的秩序 必须要是 在美国的秩序 在世界的社会 这种秩序的秩序 眾所周知 川普的經濟政策 絕大部分出自於 他的精神導師 也就是加州大學 耳灣分校的經濟學教授 彼得納瓦羅之手 納瓦羅在2016年中 出了一篇令學界 折舌的報告 將巴黎年代雷根經濟學 奉為歸念 強調對失靈的 美國經濟系統施斬猛要 雷根經濟學被許多人 譏諷為巫毒經濟學 原因在於 這位前共和黨總統 主張透過赤字 來預知國家經濟的做法 猶如透過吸食毒品來維生 而最早喊出 污毒經濟學這個名詞的 是他的黨內出現對手 喬治不息 Voodoo economics 媒体永远不健忘 造化弄人之下 老布希后来成了雷根的副总统 硬生生服下了他口中所谓的毒药 几乎摧毁了整个中产阶级 后患无穷 也让共和党丢了政权 如今川普要走回头路 诺贝尔经济学长得主 史蒂格里兹日前撰文说 历史证明这套理论从未成功 更何况以美国目前的财政 根本没有血减开支的空间 川普一会儿要扩大支出 一会儿又长着要检视 在经济学家看来 若能成功也未免过于神奇 美国白人社群和蓝领阶级 出于对经济困顿的不满 将票投给川普 但是川普在低收入阶层 最需要的收入合理分配机制的改革问题上 却始终没有任何主张 不少经济学家们认为 扩大公共支出和增加基础建设的措施 还会让联准会脚步错乱 加快利率正常化的脚步 这对广大的中西部 绣铁带支持者而言 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桑莫斯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财政部长 并于卸任后转往哈佛大学任教 他认为学者彼此的意见不同并不奇怪 但是他对于仇中 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 而且还即将出任 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的纳瓦罗 则十分不以为然 桑莫斯强调 科技更新的速度太快 才是导致全球制造业工作数量 持续减少的真正原因 川普打算透过降低企业税 鼓励跨国企业将海外的工作机会 和获利移回国内 以增加聘雇和投资的主张 根本不切实际 The reality is that cash that's brought home will be used to pay dividends to pay back shareholders to buy back shares to engage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to rearrange the financial chessboard not to invest in large amounts of new capital 川普推出了一楼康想法 令人眼花缭乱 但曾经成功预测金融海上发生的 末日博士卢比林认为 历史教训历历在目 保护主义 孤立主义 美国优先的封建政策 将为日后经济和军事的灾难铺路 全球股市在美国带动之下 开年全面上扬一片荣景 也许我们可以说 缺着专家总是比市场来得悲观 但是对任何风险保持警觉 绝非坏事